黑夜里天空都是浓烟 这是台东市长安路一处名宅 屋主抱歉说有火警 当消防人员到场之后 就开始搜寻起火点来喷水柱 不过拿着手电筒罩打开天花板 几乎翻片也检查了所有电线 消防员还是没有看到起火点 当消防员在忙乱的时候 外面已经聚集围观民众 至于在跟消防人员讲话的老人 则是报案的屋主 室内搜寻20分钟后 消防员不经意往墙边一看 这才真相大白 原来窗外竟然看到有微微的烟 而风气里发现烟地以及垃圾 疑似是屋主顺着往外丢才造成闷烧 原来窗外原本就堆积垃圾 屋主又丢烟地 自己都不晓得闷烧了 虽然真相终于大白 但是劳动十几部消防车及大批人力 却是无容一场 还是让消防人员哭笑不得 当然是我们的陈金夜台东市报导